大家好,今天是美西时间2022年10月22日,星期日,备受瞩目的中共二十大已经胜利闭幕了,然后中央委员的名单也已经公布了,我们就等着明天看看最后中共政治局和政治局常委的最后名单是什么,但是不出所料应该是习近平连任, 然后他的主要人马会占据政治局常委的七个名额中的六个吧,除非他有其他更重大的变化,那么在昨天的会场上有一个小的插曲,大家现在都在讨论,那么我们可以先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我们可以看到在这里,其实胡锦涛会不想走,然后他在这之前有一个动作是去试图再要去拿习近平的文件,可以看一下再重新。 我们可以看到,其实胡锦涛是非常不愿意,不情愿意在现场,非常好。 然后他的文件,他当时在想要试图拿习近平的文件以后,把这个旁边的立场书把一个文件递给他。 胡锦涛在坚持了一段以后,他还是有决定,不再继续坚持,因为感觉很小。 这时候我们看了,这时候我们看看,这时候我们在习近平的,他已经想要做,他自己在讨论,这个怎样是大家各式体验。 这个时候胡锦涛想要试图去拿这个文件 可能我感觉中他应该是对文件的内容有一些意义 所以他有可能就是说想要发表一下意见 这也可以大致正常的解释就是说他之前为什么想要去拿习近平的文件 他可能是觉得两块文件或者是最终爆出来的人员的名单跟他的想象有不一样 因为这个时间点正好是大会进行的到11点左右 然后中央委员的主要名单都已经被公布出来了 我感觉应该是这时候胡锦涛好像对人员的留任和去留问题有一些意义 当然这些只是一些猜测了 我们看到这里这时候经过一段争托 然后胡锦涛这种感受很大 他跟视觉跟实体的色很大 但是实际上是对的 胡锦涛拍了一下李克强的尊导 然后就卖着了 所以就离开了小船 然后我们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看 看这个Rooter的一个报道 Rooter在他的报道里面 在有一个镜头是他放大了 这时候我们能看到大家注意这个最右边的这个栗战书 立战书其实一直是在试图帮助或者是扶一扶胡锦涛 然后你看他准备站起来的时候他在身边的王护林把拉拉他一下 然后立战书就又做过去了 这个是一个蛮有意思的细节 然后其他的细节基本上差不太多 然后就看到胡锦涛板摇试图再讲文件的内容的问题 然后这个工作人员完全不给他机会 这时候习近平基本上他没有表现出太多的面巫表情 然后我们这时候看到汪洋坐在左边的汪洋 他是正经为座一点表情都没有 李克强基本上是一种很无奈的表情 一路划过来所有领导人基本上刘鹤正经为座 对啊这些人都基本上没有太多的反应 那么具体什么事情我想这个在各个媒体自媒体都有很多的猜测 当然我们也不能够过多的揣测 但绝对是一个很不寻常的事件 我个人认为应该是胡锦涛他应该是对大会的文件 或者是某些东西有一些意义 有一些博主认为是纯胡锦涛的健康问题 但我根据胡锦涛当时的反应状况和他的走路的这个步态 我感觉他身体健康状况应该没有任何问题 他的整体的步态我觉得比这个拜登同志大部分时候都要稳健很多 我觉得拜登很多时候还没有他理查的时候速度快 所以我觉得健康问题基本上我觉得是不是一个可以考量在内的 当然个人见仁见智 这个是what happened in二十大的会场 大家可以做一个参考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